好傢伙,這又是來到哪裡了 這是恐龍吧 別再追著我了 放過我 躲在這邊可以嗎 讓他發現了 快跑快跑快跑 我想起來我手上的槌子了 這是我上次跟雞雞塊對攻的時候拿的槌子 難道我又來到了這款遊戲了嗎 可是 為什麼一出來就這麼刺激啊 遇到了恐龍 小心小心 哇他直接把樹給撞到了 好熱啊 哇,原來剛剛只是一場惡夢 我們今天呢,要執行一下熱誤 就是查明這座島上的居民啊 為什麼不明的失蹤了 而且根據我們的線報 這座島上最少住著一百多號的居民啊 這麼多居民 為什麼能在一夜之間失蹤呢 這讓我想想都害怕 現在我們要找到上這座島的路口啊 這邊應該可以上 我們就直接從這裡下船吧 然後往這個梯子爬上去 剛好前面有個梯子啊,看到沒有 我們就往這個梯子爬上去 我們準備好槍支啊 這座島嶼啊 我感覺隨時可能都有危險 這是他們拿來釣魚的地方嗎 不是耶 這是他們的炮啊 看來這座島上的居民呢 早有防備啊 在這邊呢 安裝了幾門砲塔 現在我們就沿著這條路呢 繼續往前走啊 這些居民呢 往懸崖邊上啊 敲了一條路啊 然後下面是他們的漁船 他們平常捕魚呢 就用那艘漁船去捕魚啊 然後這邊是他們住宅區 喔 這裡呢 是他們的廚房 看到沒有 他們這個桶裡面都裝的都是水啊 我們再往前走看一下 這邊 沒有什麼異常的情況啊 我們看一下其他還有路嗎 往哪裡上啊 這邊到底哪裡上 欸 這邊可以上 哇 我直接上來了 哇 看到沒有 這裡還是挺美麗的啊 他們呢 長年居住在這裡 已經居住了一百多年啊 可是短短一夜之間 一百多號人就不見了 確實很奇怪啊 你說他們會不會是在惡作界 過於躲起來的 我們進到這個房間去看一下 怎麼打不開啊 直接破壞掉啊 欸 這邊之前是一座牢房啊 原來他們有牢房啊 可惜這座牢房也是空無一人啊 這麼多人 一夜之間消失 確實是很奇怪啊 我們進去行找看看 欸 什麼聲音 唉唷 後面 那個是啥 欸欸欸 怎麼 有小恐龍 哇 這不是我 昨天晚上做夢夢到的那隻恐龍嗎 不過這隻是小的啊 哇 我現在終於知道 他們為什麼突然消失啊 難道是被這隻恐龍給吃了嗎 哇 原來這一座村落有隻恐龍啊 哇 他們怎麼回到了侏羅紀時代啊 不會吧 這到底是什麼情況 沒有他還能爬上來的啊 這恐龍很聰明啊 哇 別上來 別上來 別上來啊 唉唷 我們要趕緊想辦法 哇 為什麼這裡會有恐龍啊 這不對啊 這些村民 難道全部都是被這隻恐龍給吃了嗎 我終於知道了 為什麼好好的一座島 會要有防禦武器啊 剛剛大家看到沒有 他們在海島邊上呢 駕馭了大炮啊 那說明這座村落裡面 肯定還有其他的武器 他們已經提前部署好了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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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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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